好 毕竟大家都是一家人 其实尤卿的妻子曹子晴和儿子关系紧张 这不是第一次哦 之前这个尤昭文和艺人郭玉琴 爱情长袍了17年 就是因为无法承受曹子晴的强势作风 他不管是约会也跟 看电影也跟 甚至在家里吃饭呢 也是最后才能够上桌的 以至于最后订了婚还拍了婚纱照 人就取消婚约 灿烂的笑容 甜蜜的亲吻 2000年尤卿的二儿子尤昭文 和交往十多年的女友郭玉琴 拍婚纱 准备共处家庭 但五年后却传出 郭玉琴无法承受准婆婆曹子晴 挑三拣四 频频施压 决定和尤昭文解除婚约 我就跟她说没有关系的小宝 应该感谢老天爷给你这个机会 讲的这些全部不可能 我也常常责备我太太说 你儿子结婚就是成家立业搬出去 不一定说好像这小时候 就要待在身边一样的 其实当年尤卿的感情路 也曾经遭遇波折 由于妻子曹子晴的父亲 是外省级的空军军官 母亲也是外省人 一度排斥投身党外运动的尤卿 最后尤卿用诚意化解疑虑 抱得美人归 没想到儿子尤昭文的感情路 也是一波三折 直到2008年 才和小她十岁的女同事 共结连礼 而曹子晴从媳妇的手中接下花束 不仅笑容满面 也给予亲切的拥抱 但她强势的作风 似乎没有改变 我想儿子是一个孝子 媳妇也是一个孝子 我太太也是很照顾 儿子媳妇 你要晓得 每一个人都有点情绪 有时候讲话会冲动 家务事被搬上台面 尤卿要面对妻子 又得顾及媳妇和儿子 只能缓甲说好话 希望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迷失新闻 参欢迎参林郑 台北报道